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打车APP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内容 那上一节课我们 实现了头像的一个设置 主要实现两个代理 然后选择照 然后拍照 拍照的话就是设一个属性就可以了 今天我们主要是 在我们的Uber里边 就是我们移动打车里边 增加一个付款方式 这个页面 然后再讲一下 这个付款相关的一些sdk 好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界面原型 这是Uber的一个界面原型 它支持百度钱包 然后银联支付宝 然后国际信用卡这几种方式 然后每一种方式 它点进去 就会让你绑定你的对应的一个银行卡 或者相关的支付宝账号什么的 这是我点了支付宝之后 里边 会让你输入手机号 然后邮箱地址 输完之后 如果验证通过了之后 他会给你的手机发一个验证码 这样 如果验证码都填好 验证通过之后 然后以后我们乘车的时候 发生的费用 就由Uber来直接从我们支付宝账号里来扣 或者从我们这里边 绑定的银行卡里直接扣款 然后不用你自己再完成支付过程 这是一个 这里边添加付款方式的一个说明 这里边我们看一下支付方式 我们看一下这几种 只要有支付宝 微信 还有银联 银联支付 有的呢 还有京东 京东也有支付 两种支付方式跟大家说一下 这里绑定信用卡 它是自动扩款 这种要求就比较高 原来呢 我们跟银行里边谈过合作 就说我们公司比较小的话 能不能 就是说让用户绑定信用卡 以后不用用户去完成这个支付过程 我们发生的费用 直接从他的银行账号里直接来扣 这个呢 银行是对我们的企业要求比较高的 就说你的费用 或者你的公司规模达到一定程度 你每天发上费用 达到有一个限制 就达到比如几千万的一个费用了 才会给你开通 这个自动扣款的功能 所以大部分的支付方式 就是手动支付 就是需要用户去来确认的一个支付 这个是我们都能用 只是需要他认证你的企业 然后有相关的一个认证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优博用的这种 就是自动扣款 然后它里边还还可以用户来手动支付 我们主要讲一下手动支付的过程 支付页面 实现支付页面 这里边就是一个支付的列表 我们首先按照这个步骤 实现一个这样的页面 看一下我们的工程 这是我们的一个 i的配置 这个类 然后我们增加了一个 NiB 这里边是一个table wheel 然后跟我们这里边的一个 建立了关联关系 我们这里边 开始了 我这里边是写了一个大概的一部分 这里边是设置我们这个表头 导航的一个标题 看一下添加付款方式 然后设置它的返回的按钮 然后 还有事件 然后这里边这个是初日化数据 然后注册一个单元格 然后这里边就重新加载一下数据就可以了 这里边它的代理我们还没有实现 所以我们这里接着完成我们的后面的工作 UI 这个wheel delegate 这个sauce 这里边的相关的一个 代理我们可以直接从我们这里边 拷贝过来 或者写一个积累 都可以为了快速 我们就往这里边拷一下 这里边它有多少个 代多少个行 Number of rows section 先把这个拷贝过来 有多少行 这里边我们定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 就是我们每一个 每一行 每一种付款方式的一些属性 有包括名称 就是配音符 名称 还有一个图标 我们可以定一个model 配音符 我们这里可以从Base 来继承 这里边我们就可以把相关的 它这里边有名称 有一个icon 它的名称icon 我们就可以 附上了 然后我们这个数组命名完之后 我们这里边就是一个初始化的过程 这里边的百度钱包 银莲 支付宝 国际信用卡 它们的一个图标 我已经拷贝下来了 配icon 这几个图标 然后定一个数组 然后便利一下这个字典 然后初始化 我们的一个payinfo的一个对象 然后附上值之后 把它放在我们的数组里面 这些呢 可以我们写一个pdx的文件 或者从服务端来获取 这个都可以 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演示 初始化完了之后 number of rules in section 就是有多少个行 直接这么写就可以了 然后再设置一下我们的sale 这是设置我们单云格的一个 一个代理 sale id 然后 然后呢 我们的dates 我们可以设一个light date w dates indance path row update name cl Nage, we use the major 内幕 好这样我们就设上我们的cell了 然后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在编译的过程中 我们继续添加我们的一个点击事件 如果我们点击了单元格之后 点击了每一种付款方式后 我们执行不同的操作 这里边我们就以一种我们只实现一个银联 所以我们这里边就不加判断了 大家可以在这里判断不同的付款方式 交用不同的一个页面 我们这里 就是实现一个银联的页面 我们加一个银联的配置 s base s base in in 好 先加上 看一下啊 我们这里边呢 light page 不是把它显示出来 有一处啊 这样就行了 看一下我们的啊 还没有起起来啊 我们改我们的 这种 它在编译的 我们先继续讲 那这里边呢 有多种的付款方式 这些sdk呢 我已经下载下来了 到时候我会传到我们的 传到我们的服务段 这里边 这里边 sdk 这里边有百度的一个钱包 这里边它有一些链接开发的网站 百度钱包 一些接口说明 支付宝的一个链接 如果想支持支付宝支付 这里边有非常详细的文档 中国银联的 最后呢 有一个拼加加的 就是把上面这几种综合起来 这样我们是单独来介入每个sdk 拼加加呢 就是只要加入拼加加的一个sdk 它就自动给你支持这三种 就相当于非常方便了 我们为什么以银联呢 这个我们可以演示 它有一些测试账号 这样就非常方便 所以我们实现银联这种支付 其他的支付呢 就都是相同的一个道理 这是百度的 百度支付宝 它的文档 这里边的有一个sdk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我应该打开了 我们先看这个目录 这银联的 银联的一个 党 支付宝的 都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大概的一个文档 这是支付宝的 它的一个 这里边有一些接入规则 然后这里边iOS的 这里边iOS应该如何来集成 这里边都说的非常的一个详细 怎么来调用 怎么来生成一个订单 这里边都很详细了 大家可以 注册一下 注册有一个支付宝的商家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k和密钥 只要按照他这个说明来做就可以了 非常的详细 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银联的 我们看一下这是百度的 它的也同样的也是非常详细的 像订单签名这些参数 怎么用 但i4tk里都有非常详细的一个包装 我们只需要调用就可以了 这是安卓的 银联的 看一下银联 银联的一个付款 看这里边 i4tk说明接口 我们主要有银联来进行一个测试 看机器有点卡 运行有点慢 第一次用 他别卡一下 我们继续讲我们的sdk 银联里边他会提供一下测试账号 然后手机号银行卡号 可以完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支付过程 像百度还有支付宝需要你有一些账号 还有一些认证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需要我们去申请 所以我们就这里不讲了 那他是支持安卓i4tk 然后输入银行卡号手机号 然后还有一些密码 还信用卡 这都是可以完成的 有些 这里边我们加入我们的步骤 就是加入银联的sdk 然后由于银联里面使用了c++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转换 就是说在swift里边想调用c++的一个代码的话 我们需要写一个oc的一个mm结尾的一个 oc写的一个代码 写好了之后 在swift里边用桥接的一个方式来调用oc里边的一个功能 再一个ats设置 就是苹果的一个网络传输安全的一个考虑 它默认的是https 如果你想支持http 需要加这些两个属性 这是这两个属性 看一下起来没有 还没有起来 我把它退出去 重来一下 这个xcode也有经常崩溃的时候 这里边我们带我们的 看一下 有点慢 这是它的支付流程 我们先看一下银联 这里边是测证账号 银行卡手机号密码 然后身份证 然后它会这里边我们就用它测试就行了 这是它的一个介入的一个过程 然后首先把这几个投文件 然后库文件加进来 我们可以先加一下 我们把它加到设计的sdk里边 我已经从它的官网上下载下来了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加在进去 加上来 这里边有一个 顾文件 投文件 代理文件 然后就加完了 然后接口说明 主要是函数tn交易的流水号信息 后台生成的 商户通过商户后台返回到客户端 这个就是说我们商户 我们调用商户后台的一个接口 然后商户后台会返回我们客户端 这是跟服务端相关的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到时候我们用它测试的一个流水号 这里边就是揭露模式 是生产环境还是测试环境 这里边00代表生产 01代表测试环境 这个就是说调用它这个接口的一个 当前的一个UrViewController 这个是支付完成的时候一个回调 一个代理 然后这里边就说明了这些 就加了一些framework 这里边有一些framework 还有调用方式 是固理支付的一个结果 常见的问题 好就这些 大概看一下 运行一下 看它一行 看我们运行起来没有啊 还是比较慢 我们可以先加我们的这个 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 在银银这个页面里面呢 把它整理一下代码 然后这个资源文件我已经加上来了啊 我们就完成一个订单 给大家一个例子 这个订单 比如我这个设备是价钱 我点支付按钮 也就完成一个支付功能 图配 我们写上这个函数 这是我写的一个测试工程 我们像这种调用 swift里边调用c++的代码 我们需要用oc 写一个oc的函数 然后这种mm结尾 就是说c++可以支持c++的 这两个 调进来 你可以把它加进来 我们把它放在global里面吧 它的sdk里边呢 我们看一下 冰联 app开发包 这里边会有lmo 这里边点开 还有一个调用 这是相当于转换了一下 要用c++里的一个方法 然后银联这里边 我们就直接进行 进行一个调用就行了 然后我们把 把刚才我们家的一个c++代码写在我们的 这个调节头文件里面 sp 看我们 spblock 我们把它加在这里 复管相关的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就直接可以调用了 看他这里 其实他这里已经其实已经写了 就怎么调用 怎么调用 他的demo已经写了 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就直接 直接来考过来了 我把它隐藏掉 这里边呢 把它定义好 我把它考过来 对 好 啊 这个一年测试的 ul呢 其实这里边他的测试工程里边就有 我们可以把它定义 定义到我们的一个常量定义里边 或这里边 我们所有的UIL都定在这 或者在这里边都可以写 看我们的一个名称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一个关联 关系 我们先讲一下这里边获得我们 TN就是刚才他不是有个参数吗 看一下他的文档 看有没有 这个就是调用服务端的一个接口 到时候我们可能真正写支付的时候 服务端也需要实现一些内容 然后我们调用服务端的一个接口 这是他写测试功能写好的 然后他会返回我们需要的TN 然后这个我们就是建立了一个网络链接 然后开始 这是回调 这是网络链接的一个返回的内容 成功失败 然后我们把返回的内容放在data里边 这是我们data 最后内容接收完之后 我们的内容进行个解析 如果没有出错的话 我们就调用这个start pay 就是调用我们的 他这里边的函数 start pay 这个函数 把相应的参数传上 01就是测试的 最后如果失败了 我们就把失败的信息打印出来 我们刚才还讲了 ATNS就是苹果 iOS9以后 他支持了一个传输安全性的一个考虑 所以我们这里边 我们这里边需要进行一个设置 否则我们网络链接就会失败 或者我们一会可以看一下 再运行一下 然后加上我们 我们这里边的一个 其实就是我们这里边的一个参数 这个里边 就是APP传输的一个安全设置 这里边是dictionary 然后我们加上一项 这里边我们就设置称yes就可以了 允许任意的一个加载就可以了 基本上我们的一个支付的一个功能就完成了 如果他支付成功了之后 我们这里边是支付回调 这里边会把成功的信息打印出来 我们这里边就可以得到成功了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额外的事情 比如允许用户看一些 他支付成功的一个商品 或者是一个结果就可以在这里来做了 好 这里边注册 下一步 下一步 看一下这里边 可能跟我们刚才一些设置有关 或者资源没有建立关系 读write 我没有write函数 write user info 看一下我们的user info 这里边我们加上一个 新的 把它 好 这里边我们 或者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都把它改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我们可能没有设置啊 我们这里没有设置一个约数 把它看一下 这里边改成 客户 设置一下out 里out 好嘞 运行一下 好 这里就有了啊 点一下 点击支付 输上我们这里边的一个测试账号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面输一下 好 这里边password的 111 01 按这一箱信息 点击一下他 然后再输上 12345 我这里面有 这里面有 点击 啊 费用的 我们再开始一下啊 password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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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4 5 6 我们换一个 这个可能跟我刚才支付过有关系 已经支付过了 OK 然后换一个账号 画下6226388 236770 对3677095 然后phone number写上18112345678 点击一个这里面写上一个 是不是写错了 123456 data 然后1219 这就支付成功了 这就是银链的一个支付 好的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 谢谢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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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